大家好,我是旅遊作家King Chen 這次要介紹從東京上野站到東京哈利波特影城的園區 這裡有兩個最佳走法的介紹 第一個的話,你可能沒有東京地鐵周遊都有卡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就是從JR上野站搭乘上三首線 JR三首線,然後我們就到JR的池袋車站 那你池袋車站,它這個車站有個特色就是 它有很多路地鐵的共軌,包含東武線、東武地鐵跟西武地鐵 所以你到JR的池袋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步行到西武池袋站 要先出站,然後再入站 然後就搭西武地鐵往封島園站 封島園站出來的話就步行四到五分鐘就到園區了 那這樣子的時間也不會太久 當然講不會太久,其實對我們在這邊生活久都會覺得閒得久 車資合計大概370元 那你說搭乘的時間的話,三首線大概搭16、17分鐘 那你搭西武地鐵日幣190元 大家看你是搭普通車還是做那個比較它有快車 那我們就以普通車來看的話,大概是30、14分鐘來看 其實算一算,車程大概30幾分鐘 那你包含走路的話可能要40幾分鐘 但這個路線是距離是比較短的 那車支就衡量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東京周遊卡的話 那你可能走這條線就是比較稍微會不划算 但是路線是最快最短的 那第二種的最佳走法的話 就是建議使用東京地鐵周遊卡 它的話一樣是從上野車站搭乘東京地鐵營座線 那到青山一丁木站 青山一丁木站它有銜接都營大江戶線 那就是往光丘以及都廳 那個新宿都廳的方向前進 但如果說它距離當然一定是比較長 但是你要先想想就是如果你要省錢的話 當然就是建議你就用東京地鐵周遊卡 搭乘過去就好了 那它的車子大概是390 只是稍微比JR線加C5地鐵再便宜一點點 那390其實也還OK啦 但是問題是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它繞的公里數會比較長 畢竟大江戶線它是屬於地鐵的環狀線 那JR三手線就是JR地鐵的環狀線 那如果以地鐵環狀線就是都廳大江戶線 這個是稍微體外化補充的 那我們就是到了一樣都是到 如果你從C5地鐵到豐島原車站的話 步行大概走快一點就4分鐘 慢一點5分鐘 因為我推車鷹的車會比較慢 那如果說做都廳大江戶線的豐島原站的話 會多個2分鐘 其實也還好沒有差很多 就6 反正就是6到7分鐘走路就可以到 東京哈利波特影城的園區 那以上針對這個上野 東京上野到哈利波特影城的交通路線呢 在這邊分享 那預祝大家能夠在路線上 能夠順心愉快 掰掰